没有8点准时更新 我是真子 机游记平台的喜佳一来了 这次送出的是一款2003年的漫画风 FPS游戏 杀手13 时间截止至明天晚上9点 领取地址放在视频简介中 本作中玩家将扮演一名从沙滩醒来 但是失去记忆的杀手 需要依靠纹身和神秘钥匙等零星线索 来解开绅士之谜 并调查总统遇刺的黑暗阴谋 游戏的武器道具很丰富 除了常规的双持武器 可发射榴弹的步枪 双管线弹枪和火箭筒之外 还可以抄起啤酒瓶和木箱来撂倒敌人 或者使用勾索枪上天入地 CDPR昨天发布了一段战略视频 其中提到从2022年开始 将同时开发多款3A游戏和游戏资料片 波兰人终于知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并且宣布收购参与赛博朋克2077外包业务的 温哥华游戏开发商DF 在对赛博朋克2077的反思总结上 CDPR承认这是领导层的领导不力 之后会调整营销宣传策略 使得推广内容更符合实际发行的游戏 说人话就是宣传期会缩短 少点画饼内容 此外在未来计划中 CDPR还透露 会继续为赛博朋克2077进行更新 并发布一些免费DLC 巫师三还会发布一个次世代的升级版本 支持光追和快速毒盘等新特性 这部案是紧跟时事 生日前长次号货轮堵住苏伊士运河后 玩家们也开始发挥自己的创作脑洞了 因为国外模组玩家为此专门制作了一个MODE 将其导入进微软模拟飞行后 玩家们开飞机飞过苏伊士运河上空时 就会看见一艘巨型货轮斜挡在河道上 附近河遇则停泊了大量被阻塞去路的船只 有时还能瞅见零星的几艘拖船 试图拖走货轮 但结果却徒劳无功 目前长次号已经在苏伊士运河脱困 还想回味一下的玩家 可以下载相关的MODE来体验 音乐节奏游戏 喵斯快跑迎来近视的五元 本作二次元能度极高 内涵多位可爱的小姐姐的人物皮肤 各类蠢萌的小宠物 以及大量的二次元曲包 在玩法上游戏将横板动作跑酷 和传统节奏打击相结合 角色向前奔跑过程中 主要应对来自空中和地面 这两个轨道的音符 音符的类型包含单机长机 联机双轨和幽灵等多种 需要根据歌曲节奏的提示 进行相应敲击 从而躲避障碍击败敌人来夺取高分 需要注意的是 本体游戏的曲包有限 很多曲包需要单独购买 并且一些高等级的曲目十分硬核 莱莎的炼金工坊 查案女王与密藏深处 迎来新史地174元 较上次史地降价38元 二代也有新史地 本作以少年和少女的成长经历为主题 讲述了平平无奇的农家女孩 莱莎 同诸多伙伴一起冒险克服困难 最后成长为炼金术士的故事 作为一大特色 游戏的炼金玩法相当丰富 炼金所需素材通常分为 风火雷冰等属性 可放入进圆盘相连的网状系统 根据组合放置的不同 可以得到属性和品质各异的成品 在战斗方面 游戏则将回合制的指令战斗 和及时要素相结合 兼具了一定的策略性和爽快感 极乐Disco最终剪辑版 现已在Steam上推出 售价和原版游戏一样 均为116元 首发特惠92元 比之前春节时期的史地贵了29元 拥有原版游戏的玩家 可以免费升级至该版本 并可使用原版存档来继续游玩 金版增加了全新的政治观任务 更注重视觉表现力和文字表达方式 所有视频NPC都拥有了其个性配音 同时新版还对技能效效化 做了升级优化教学助理 修正了治疗物品的平衡性 增加全新的装备 世界地图和快速旅行等功能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 游戏CDK微店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还有上传视频文案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在公众号留言指出我们文案的错文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